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批战车和直升机也都已经濒临城下 同时 以军也在加沙北部持续在巷战中强势推进 以色列总参谋长说 哈马斯成员大批阵亡或投降 等同哈马斯系统已经正在崩溃 自战争开始以来 以色列已经袭击了加沙地带的22000多个目标 其中自12月1号停火结束以来 袭击了3500个目标 以军参谋长哈勒维说 我们每天都看到战斗成果 每天都看到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被殲灭 和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受伤 最近几天 我们看到恐怖分子投降 这是哈马斯系统瓦解的迹象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证实 更多的哈马斯成员周六向加沙部队投降 并招攻了哈马斯在地面进攻中的运作情报 在影片中 恐怖分子把枪和弹侠举过头顶 慢慢走过一辆坦克 然后把他们放在地上 刚向乙军投降的哈马斯分子尤素夫坦白 自己所在的小队几十个人在地道里 被乙军困了十几天 吃喝拉撒都在地道中解决 当乙军向地下隧道灌水后就被淹了 食品饮料已经用光 海水冲来后又把粪便混在一起 漫过人体 被泡在里面别提多难受了 再不爬出来就只能呛死在里面了 在审讯中 恐怖分子公开指责 辛瓦尔为首的哈马斯领导层 不关心罗罗们岌岌可危的处境 周六 当地媒体报道 哈马斯头目之一辛瓦尔 在战争开始时就躲在人群中 乘坐提供人道主义掩护的车辆逃离北部 逃往了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 据以色列评估 辛瓦尔目前仍在汉尤尼斯 或者更确切地说 仍在他们下方的一条隧道中 投降的恐怖分子招供 辛瓦尔已经失去了和地面的联系 鉴于乙军已经进入汉尤尼斯中心地带 辛瓦尔的时日不多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CNN 将由以色列而不是美国 来决定结束对哈马斯战争的时间 我们和以色列进行了这些讨论 包括关于持续时间 以及如何对哈马斯发起这次行动的讨论 这些是以色列应该做出的决定 布林肯还说 他相信以色列在尽量减少加沙平民伤亡方面 有正确的意图 按以哈地面战的伤亡对比 除了10月7号哈马斯突然发动大规模袭击 以色列措手不及出现的最大伤亡 10月27号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以来 目前为止 以军公布有84名以色列军人阵亡 260人受伤 而据以色列颓算 加沙哈马斯大约有5000人死亡 以色列还宣布 有超过1200名哈马斯人员被俘虏 哈马斯可能总计损失大约6000人 军事评论人士沈州分析 哈马斯的地道战似乎没能发挥多大作用 这不禁令人想起中共曾经大肆宣传的地道战 如今被哈马斯揭穿了 以色列军队每推进一步 都会仔细搜查地面 一旦发现地道出入口 要么炸毁 要么填平 让哈马斯无法使用 以色列引海水灌哈马斯地道 就迫使哈马斯成员钻出地道投降 可见没有多强的排水设施 哈马斯有大量的自动武器 火箭发射器 手榴弹 地雷和无人机 反坦克导弹等 但在地道战中没能真正用到 以色列军队步步为营 以较小的代价逐渐扩大占领区 直到包围哈马斯各主要据点 一场原本设想可能惨烈的地道战 城市巷战 目前没有发生 以色列正逐渐控制加沙北部 并开始向南部的哈马斯据点进军 以色列宣布 仍有138名人质被关押在加沙 要解救全部人质 并摧毁哈马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美国媒体说 如果哈马斯放下武器 而不是躲在平民身后 如果哈马斯投降 那么明天这件事就可能结束 在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火化后 有分析指出 中共党魁习近平像换了一个人 频频露面 独立时评人士蔡胜坤 12月8号在X平台发文说 李克强在上海猝死是一个转折点 12月2号 李克强遗体在北京匆匆火化 接下来这一个月 习近平仿佛换了一个人 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 为提振经济不断发声 11月中旬 习近平前往旧金山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试图缓和中美关系 为了这次会面 北京方面罕见地做出了一些让步 蔡胜坤说 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之下 习近平和他的亲信 再也施不出什么更好的招数解决 如果还继续敌视美国 显然对自己的执政很不利 而要恢复跟美国的关系 只有习近平自己示弱 其他人谁也不敢 但是这次和拜登单独会晤的重头戏 却没有什么成效 联合公报也发布出来了 更尴尬的是 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 再次公开表示 习近平是独裁者 凸显美中意识形态之争 不可能发生改变 李克强猝死一个月之后 11月27号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但蔡胜坤指出 习近平亲自部署的重大战略决策 往往都会沦为烂尾工程 最终不了了之 再说 中国经济危机四伏 高调振兴长江经济带 也不可能挽救中国经济 走向衰败的趋势 第二天 习近平去上海视察 释放所谓改革开放的信号 得到的反应却是市场冷淡 股市情绪持续低落 民间讨论也不多 就连对政策信号 格外敏感的商界也波澜不起 12月7号 习近平在上海会见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 不过会谈后 中欧双方依然各说各话 在贸易 人权 台湾等许多问题上诸多分歧 12月8号 习近平再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2024年经济工作 试图扩大国内需求和对外开放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但他面对的却是国际评级公司 穆迪对中国经济的看衰 自12月5号起连续发布报告 把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从稳定调整为负面 还有人提到 习近平去旧金山和美国商界大佬吃饭 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现在又跑去越南笼络 但是外资今年逐步撤离 是不争的事实 口号喊得响 政策又朝令夕改 很难获得国际上的信任 习近平的心信李强入主国务院后 国务院不再对经济事务具有主导权 只有听命执行的职能 蔡慎坤总结 过去一个多月 习近平无论在国内发指示 还是在国外指方向 都不可回避一个事实 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而他环顾四周 再也找不到像李克强这样的 替罪羊或背锅侠了 美国多所大学校园内出现大规模 反犹太示威活动和言论 引起美国各界 包括国会议员的高度关注 在74名美国联邦众议员 12月8号晚上联名写信给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以及宾州大学董事会 要求三所学校的校长辞职 或者把他们撤职之后 美国长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12月9号说 校长马基尔因为受到批评 现已辞职 宾大董事会主席斯科特·伯克 在学校网站上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 马基尔同意暂时留任 直到任命名时校长为止 伯克也宣布离任 此前 马基尔和哈佛校长盖一 麻省理工校长科恩·布鲁斯 出席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听证会 受到众议员斯特凡尼克的一再逼问 特别引人注目 他们对校园内的反犹太言论 尤其扬言要灭绝犹太人是否违背学校规定和行为准则 都似乎在玩弄文字游戏 引起强烈的反弹 听证后要求他们辞职的呼声声高 而斯特凡尼克也发表声明 把这三位校长的表现称为可悲而且道德崩溃 宣布对三所学校和其他学校进行正式的调查 12月8号晚上 74名美国联邦众议员 由众议院协商委员会共和党主席斯特凡尼克前头 联署要求这三所大学的校长辞职下台 联明信说 在这危机的时刻 我们要求你们董事会立即解除这几位校长的职务 而且提出一项可以行动的计划 以确保犹太和以色列学生 教师以及教职员工在校园里的安全 在压力下 马基尔不得不在周三就听证会上的言辞表示遗憾 哈佛校长盖伊也在周五公开道歉 9号 宾大董事会主席博克 在校长辞职的声明中透露 马基尔过分听从律师的意见 用所谓的法律的巧言令色 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 结果证明是个错误 在宾大宣布校长辞职后 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在社交媒体X上进一步表示 一个辞职剩下两个也得走 这只是解决反犹太主义的开始 反犹太主义已经摧毁了美国最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 他说 马基尔的辞职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并敦促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采取类似的行动 韩国总统尹熙悦将前往荷兰进行国事访问 他透露 此行的重点是加强两国之间至关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合作 尹熙悦接受法新社专访时说 荷兰是半导体生产设备制造商阿斯麦的所在地 多年来 两国一直以堪称典范的方式进行合作 这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但这个产业正在遭受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 美国正联合盟国 对中共在半导体领域取得制造技术和供货进行围剿打击 尹熙悦指出 半导体是韩国与荷兰之间合作的关键 全球半导体产业能稳定且永续成长 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 阿斯麦供货给韩国主要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 尹熙悦到荷兰国事访问期间 他将参访阿斯麦总部 尹熙悦还说 此行标志着韩国与荷兰半导体联盟的关键转折点 讨论芯片合作是他这次访问的首要任务 这是韩和两国1961年建交以来 韩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到荷兰进行国事访问 尹熙悦的办公室上周指出 韩国的目标是要跟荷兰建立芯片联盟 两国政府企业和大学都会参与其中 尹熙悦说 韩国芯片制造商正准备赤资几千亿美元 要在韩国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产业聚集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每日头条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